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说高阶封装的部分 他强调回答正在近期所能满足激增的需求 他说转换到人工智慧的浪潮才刚开始 同时把任务拆解 同时执行以加快运算的方式会变成是主流 也就是说GPU会取代CPU 这是他一直以来强调的一件事情 然后全世界电脑资料中心正在转型 从一般运算升级到加速运算 这是一个超级大浪 所以他相信全球需要改装的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的价值 上兆美金 他说美台平均15年就要大规模一次转型 现在正在上演 现在正在上演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说 熟知辉达详情的消息人士说 熟达计划把H100AI处理器产能要拉高至少三倍 预测明年出货量将会介于150万到200万颗 远多于今年的50万颗 那H100是他们现在目前最高阶的 最高阶的 那熟达的COVERS封装已经找到其他供应商 所以怪不得今天相关COVERS概念股比较弱 熟达呢 发布财报之后呢 大家关注他的产能的问题 那对市场关注COVERS封装产能吃紧 会答财务长克瑞斯是说 在关键制程上已经开发 而且认证其他供应商的产能 预计未来数季 渴望逐步的爬升 像那个全世界最 仅次于日月光第二大的封测厂 就是韩国商 基本上他说是美商 但是韩国老板 就是那个anchor 他第三季也可以开始帮挥达量产这个COVERS 所以怪不得今天相关COVERS概念股比较弱一点 那这个是在挥达的财报 以及相关的消息 帮听众朋友做一些重点的整理 那另外呢 今天晚上就要看包尔的谈话了 所以这个礼拜 最重要两件事情要压在周末的时候呢 就是包尔的Jackson Hole的谈话的重点 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要来请教富然克林之恩协理梁佩玲 佩玲你好 莫华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这个包尔今天晚上要发表谈话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可以猜出他会讲一些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 如果以目前我们的看法来看 基本上我觉得包尔应该还是会延续他之前的政策论调啦 就是说基本上以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膨 基本上已经从去年的8到9个percent下滑到3到4个percent 但是要是不是要很快就会达到2个percent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目前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联准会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当然现在其实如果从一些最近的一个媒体报导当中 在各个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可以看到其实官员的看法其实蛮分歧的 那甚至其实在联准会最之前公布的一个会议记录 也显示其实应该大致分成三派啦 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升行 因为有些还是担心通膨有在上行的一个风险 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 可能可以先维持在这个目前的水准 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已经有人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要把这个通膨的目标 从2个percent上调到3个percent就可以放宽对于通膨的容忍值 那我觉得以目前这个三个状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Bauer不太容易在这一次的Jackson后会议就做明确的表态 因为毕竟还是要看整个联准会各个官员最后的一个共识的看法 但基本上我觉得他还是会释出一个就是我觉得会以刚刚提到的 第二种情境的机会是比较高 就是以目前的确看到在通膨下滑上放缓上其实是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还没有办法说已经正式的一个对抗通膨 那这部分我觉得他也是会释出一些对经济比较正向的讯号 因为可以看到像不论是美国的一个7月零售销售等数据出来 其实都显示美国经济还是充满任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市场真的要从中去寻找一些方向的话 我觉得可能或许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但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意外或变动 那真正可能真的要到比较明确有机会表态的 可能要到9月20、21的一个联准会真正的利率会议 因为目前市场预估也是认为说这一次可能还不会升息 就是还是会暂停升息 但这一次因为同时会公布他的利率点证图跟经济展望的预估 那尤其是利率点证图的部分才看得出来到底联准会官员呢 他的一个利率分布的一个状况 甚至在中位数的状况 那基本上我们以目前我们的看法是认为联准会应该是 会维持利率在目前这个水准 也就是说7月份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一波升息循环的 最后一次的升息的动作 那可能但是会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准一段时间 等到真的如果有几个变数出现 包括了第一个如果通膨真的持续的有进展的一个放缓 那这部分持续往2%或2.5%的目标迈进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准会未来有机会政策转为比较隔派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会放在可能年底到明年年初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可能比较不乐见的 就是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放缓的风险 像是昨天最新出来的一些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滑落 尤其是比较强健的服务业也出现了一些滑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联准会也有可能就是会比较转趋于隔派 那再搭配就是通膨他们觉得还是可控的范围之内就会比较转趋科派 那如果是这两种情境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对于股票跟债券 应该都是有机会呈现一个比较利多的行情 那当然第三种就是比较不乐见的就是如果经济出现放缓 但是通膨又还是维持在很黏着 让联准会不得不再升息的话 这样可能就会造成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 但目前我们基本情境是不认为这个第三种情境出现的几率很高 基本上还是会以第一种情境为主 就是经济是有机会缓步的一个 就是不至于陷入到深度衰退 可能就是在零附近在今年第四季到明年年初 那通膨有机会持续的放缓 但是仍然也是比较黏着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是让联准会维持在目前利率水准的话 可能就让不同的企业或者是慢慢去适应 现在的高利率水准的状态之下 而去反映他的一个真正企业获利的一个基本面 好那在杰克森后会议的同时也是回答 这个发布财报的同一天 就是美国的周三 美债殖利率这个连续大幅上升的美债殖利率 中间大幅的回掉 比如我们感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居然跌了15个基点之多 从这一波突破了2007年的高位到4.3以上 哇一下跌了十几个基点 这单日的这个跌点非常的多 另外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也掉了10个基点 所以我看到那个美国的常债ETF TLT就美国那个20年期美债ETF 一天可以涨2.5%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台股的债券ETF 也是全面扬升 比如说不管是高平级的公司债 或者是说美债都大幅扬升 00772B涨了1.13% 00679B涨了0.73% 就是00679B涨了比较少 他一样是20年 你可以看到像群役的00764B涨了1.4% 国泰的00687B涨了1.26% 中性的00795B涨了1.23% 然后还有富邦的00696B涨了1.27% 大家都20年就原大的这一档00679B 最多人买的只有涨了0.73% 这个应该我觉得个人觉得 就是他的折议价的问题 因为他这档的议价 就比其他档多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就相对涨势 就少人家硬是少人家 0.5 0.6个百分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都涨了 甚至高平级的公司债里都涨1%多 这是很猛的一天 那请教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殖日的一个大幅反转 是因为PMI的数据吗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来请教梁佩玲 说这个债券是要真的出头了吗 债券ETF我是觉得 明年是有看头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说美国降息到底能降多少 因为通膨如果长期会相对 比2%高一些的话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连准会降息 可能不会降到像以前这么低 那这个多少对债券的资本利得 会有一些压抑 不过至少降1.5%的利息是有了 应该在这个地方再破也有限 低档震荡吧 低档震荡真正债券年应该是明年了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那今天晚上美股会受到 鲍尔演说的影响 在Jackson后 就是全球央行年会的演说的影响 到底美股是多还空呢 说有一个理由让投资人免怕 到底是什么投资 到底是什么理由呢 那鲍尔呢 会像去年一样 让美股下错吗 就是在去年Jackson后会议上演说 美股就一路跌 那美国的投资机构是认为说 投资人要放下心中大事 因为去年是一次例外 按照历史经验 股市大多会反应平淡 这等一下问一下佩玲 去年8月26号 鲍尔是短短10分钟的演说 各位还记得吗 那时候兵草草 只有10分钟就就就结束了 交集的投资人对肺的很快会结束 升息循环的期待 导致标准PRO500指数大跌3.4% 那全球央行年会通常在8月最后一周的新一四登场 然后肺的主席通常在会议隔天就周五上午的10点钟 也就今天晚上10点钟发表演讲 那根据美国的投资机构汇整资料 历史上 鲍尔在Jackson后演说过后 美股大多表现平平 唯一例外就是2020年鲍尔当时呢 在美股开盘前以远距离的方式发表演说 而非是在美股早盘期间 那2020年约那是疫情的方式嘛 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用视讯的情况 那到底今天晚上会怎么表现呢 10点钟 拭目以待 我们请教富然柯林投资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 您刚刚有给出这个对美国经济的评论 评判 就是说几率大概是怎么样 那这个今晚美股会受到鲍尔演说的影响吗 还是继续回答传奇呢 第一个我觉得 如果是以去年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那时候因为鲍尔的谈话 是比预期来的鹰派很多 那相较于其实那时候原本大家是期待说 他态度可以转为隔牌 因为他那时候是说 单一个月的数据不足以去改变 联准会持续升息的政策路径 而且历史经验警告不可以太早放松 然后未来会维持一段 很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这样的话 其实那时候本来是已经期待说 转为隔牌 但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 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尤其八月份这一波的殖利率谈升 虽然部分有因素是因为 美国财政部增加公债发行的关系 但我们看到如果就高盛 他有去做一些总经因素的一个模型 推估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因素 当然是来自于对于美国经济 充满韧性 像是零售销售的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了 像是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比较释出鹰派 所以带动了殖利率 已经预先的谈升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 应该不至于再重演去年那样子 因为鲍尔的一个谈话 造成股市又出现比较剧烈波动 因为毕竟市场已经有开始 已经预先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了 OK好 所以你觉得应该还好就对了 目前看起来应该还好 对不起哦 不是今天晚上 就明天啦 明天啦 明天啦 对对对 我怎么会把今天搞成是周五了呢 我是神经错乱了吗 我 今天是周四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对不起各位 对不起 明天 应该是礼拜五 应该是礼拜五 十点钟 所以如果影响台股 应该是会到礼拜一啦 对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回答的部分 当然其实刚刚 我想今天大家都看到很多 就是它的一个财报非常亮丽 而且更重要的是财测的部分 那也非常的亮丽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说 中国很多的公司都在积极的下单 但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次 其实回答有特别说 它主要驱动的一个营收来源 是来自于美国的云端服务供应商 那这部分其实如果以中国 占它的一个营收占比 大概只有20到25个percent来看 其实它也有提到说 未来的确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 去限制这部分的一个出口 但是其实对它的营收影响 应该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因为目前回答的盘后股价 还是在涨 就是为止涨了8个percent以上 就是在510附近 那其实带动了相关它的股票 像之前可能因为上游晶片 供应比较不足的关系 像是美超围 就是supercomputer那一家公司 其实目前的股价 也是都持续在上涨的 那另外一个像是有一些 云端服务公司 Snake Flake 其实它之前曾经 两季下调它的猜测 但是最新的一个展望 也是比较正向 也是提到说 它6月份跟回答 有去进行一些AI的合作 去改善它目前的一个营运的 一个为客户提供一些 量身定做的一个AI模型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就整体来看的话 的确这个AI应该是在未来 3到5年是一个结构性 去改变全球经济 尤其是提振生产率 而且它的影响是索及是各行 各业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未来这个现阶段 一定要投资的亮点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以目前像半导体族群的一个 它的一个最大的AI的领导地位 真的就是回答 其他的公司 我看到其实券商 虽然说提到 有可能或多或少会受惠 但是它受惠的程度呢 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直接 或者是庞大 甚至另外一个就是 它有可能被像是Intel这种 它有可能被其他的需求 未来是有机会 有可能放缓 这样子所抵消 所以我还是强调 就是在这种AI 这种创新题材的部分 除了刚刚其实木华大哥 有提到有一些券商 都有上调 就是挥达的股价目标 那目前我们看到 大概普遍是落在 600到650附近啦 就大概未来12个月 那当然这算是比较中性的预估 那您刚刚一开始有提到1600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或许会拉得很长 那还是要强调的 就是在这种创新投资的一个 选股上 投资人真的还是要比较多做功课 因为并不是说趋势性的题材 它就会一路涨到底 它这当中可能还是会 三不五十就来出来 像是八月份这种突然的震荡 那这部分 如果没有基本面保护的一个公司 它股价的一个修正风险 就会相对比较剧烈一些 这一定就是较小的投资机构 它一定会给偏锋嘛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喊一个很 很这个很很什么1600两千 这样大家才会注意这家公司嘛 才会报导你 不然的话你喊了一个 跟那个一般大家一样的 差不多600块的话 谁会报导你啊 我都报导花旗 我都报导美银 我都报导那个汇丰了 我不会报导你啊 所以他就喊一个1600 对不对 哇你就会注意 这家到底是什么公司 哪一个advisor这样子 可是所以那个价格 可能就是仅供参考 他那分析师还很夸张 讲说呢 我还觉得这个价格是被低估的 依我对他们的这个未来成长性 我觉得是1600还是低估 好了不管怎么讲 这就是市场 金融市场的一个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说敢喊就赢就对了 那会不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三天后大家都忘了 好那另外就是说 美国的零售销售跟 还有就是金融股怎么那么惨 Nike连跌10天 还有银行股连6跌到 周三才止住这个跌势 真的是一片颓势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欧美的PMI都不好吗 美国的这个PMI 公布出来Market服务业 跌到51 制造业47 综合PMI50.4 都创了今年2月以来的低位 那另外呢 就是在Market的综合就业指数的部分 PMI综合就业指数 跌到50.2 是创2020年6月来的低点 那欧元区8月的PMI 创33个月的低点 是经济已经不行了吗 是后面的经济会越来越疲弱吗 从这个PMI 跟最近那个零售销售的状况看到 第一个当然零售销售的状况 还不错 7月份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很大 目前创商大概估就是可能 第三季算是 就是像亚特兰大的GDP模型 是估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有可能在5个%以上 但是大部分都认为 这是一次性的一个效应 主要是包括了有一些库存上升 那其实这隐含着是 库存上升代表的是 终端需求的一个下滑 那搭配着像是制造业这些指数 就是PMI这些指数 最近都有在放缓 而且更重要的领先指标 是里面的新订单指数 也都在放缓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 论调就是美国 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应该是 就是在一个 现在还是在一个 经济缓步下行的一个过程 那可能底部是落在 今年的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但是相较于先前预估有可能陷入衰退 目前我们觉得衰退的风险是已经明显的降低 这主要还是在于说消费者是充满有任性 只是说因为毕竟高利率的环境 或多或少还是会排挤掉消费的支出等等 那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像是之后的 学贷要开始重新偿还 这些多少都会排挤掉消费的支出 但就整体来看的话 美国经济应该是在一个放缓的一个状况 好非常谢谢梁佩黎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